紫菜生蚝包 今天来换一种做 紫菜芋头生蚝包 准备食材 生蚝、芋头、一点白肉 姜、葱、芹菜、红辣椒 芋头皮肉大切1 3分之1 切成1厘米厚片 切成丁 锅烧热 煎好 放到砂锅里备用 起锅烧油 锅内中心下油 芋头先锅一下油 煮出来不会散 而且更容易入味 炸2分钟推起来轻飘飘的就可以了 倒出来备用 锅内下几块肥肉 把肥肉炸出油后 下姜中芋头 稍微炒姜加水 调味、鱼肉、少许鸡粉 再来一点点蚝油、胡椒粉 吃一下咸大 可以了 把它移到砂锅里 把它汤平 再来铺上生蚝油 盖上盖子 小火煲3分钟 十丁到 一大锅 看着一头 好粉的 炸上芹菜 辣椒末 这辣椒就配色了 一点都不辣 甜甜的 盖上10秒焖出味就可以 13579 开盖 只差一头生蚝油 香鲜味美 营养丰富 老少皆宜 做法还特别的简单 我先来一碗 好 好了 值得一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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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